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联队长阁下 杨角岭已被中国军队抢先占领了 真没想到 在中国军人里面 竟然还有如此有战略的指挥官 有没有查清楚 占领杨角岭的是哪个部队 查清楚了 是教导旅 二十九军教导旅一团 我记得在二十九军里 他们的编制里没有教导旅 这个教导旅是哪儿冒出来的 教导旅是原来的打铁官保安旅 在一个星期以前接受第二战区整编 成为第二十九军教导旅 打铁官保安旅 我们是不是又遇到老淑人了 没错 教导旅旅长长信忠 原来是柳陵县的县长 现在他手上有两个步兵团 一团团长齐昭 二团团长贺亮才 中国有句古话 叫不是冤家不巨头 看来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不过七招好像被撤职了 原因不小 现在义团的团长是谁 许之锋 编队长阁下 对他应该有些印象 他是原来齐齐哈尔都军府的副官 上次他们在齐齐哈尔 是他们跑得快 这次他们谁跑 编队部设在这里 这里的地名是 白台子 编队长阁下 你打算什么时候进国羊角岭 你有什么建议 许之锋团全团有八百人 主要的武器是步枪 他们全团总共只有六挺机关枪 并没有重击枪和火炮支援 而且防御攻势没有建立 我建议连队长阁下 连夜突袭 好 马上向旅团长阁下发报请示 是 慢点慢点 这可都是宝贝 慢点 大壮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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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子 懂事了啊 知道叫叔了 怎么着 跟叔见点羊捞 你看在你八百米一枪置敌的份上 你大壮叔啊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你小子可不能太过分啊 走吧 大壮叔 你也太小瞧我了 日本军这些小零碎 我怎么看得起啊 哟 你要是不想捡这些零碎啊 你干嘛跟着我啊 这里地形特殊 不利于开火 日本军队之所以战败 是因为步战对防御战 是以己之段对人之常 所以战败 你小子埋他人一套一套的 等等都不在意 你出国不光学会打洋枪 还学过挖苦人了你 大壮叔 咱们的战术总结会 什么时候开啊 到时候我去讲讲课 啥 啥玩意儿 战术总结会 啥意思啊 难道咱们打了一场战役 不开一个总结会吗 你还想打刀队集合起来 替你埋他啊 臭小子 回一边去 仔细打扫战场 别让有的人捡的羊落啊 忍着点啊 等人就好了 你坐 别动 我给你报答一下 弟兄们 我坐下 不要动 弟兄们 今天 吕座在百忙之中 来看望大家了 弟兄们 你们都是好样的 我代表军座 来看望你们 军座也知道我们啊 是啊 恭喜你们获得 西风口保卫战的首场胜利 军座特别电领嘉奖 还让我代表军座 还有二十九军全体将士 向你们表示慰问 链队长阁下 李团长来电 念 在缓攻击羊脚里 尽快与喜风口守军联系 务必运回阵王灌壁的尸体 八肯 联队长阁下 你怎么了 难道这个李团长 他是白痴吗 连兵贵神速都不懂 向李团长发电 就说长谷川联队 请求今晚夜席羊脚领 明天中午之前 进攻西风口 是 报告 李作 日军一个连队进军白台子 预计明天晚上到达 另外 第二十团已经到达 喜风口外面的领口 日军的推进速度很快 参谤长 到达白台子的是日军哪个连队 是混城旅团的长谷川连队 连队长长谷川次郎 老熟人了 是 这真叫不是冤家不剧头 我看来者不善哪 你坐 我们二十九军的主力 何时会到西风口 两天之后 局长 你说这四十八个小时 我们能不能顶住 这 说不好吗 报告旅团长 长谷川连队集电 你下去吧 好 好 长谷川次郎 请求对杨角陵守军 再次发动宴席 他还说明天能够攻下西风口 沈天军有什么建议吗 旅团长阁下 您刚刚上任 可能还不清楚 查哈尔派遣军军部 原本打算让长谷川次郎 担任混城旅团的旅团长 这件事我听说过 我还听说 他是当众侮辱了阁下 才令高层失望的 我已经原谅他了 那么长谷川次郎 请求今天晚上发动夜席 你认为他能成功吗 这一点我毫不欢迎 那么他说明天佛小攻占西风口 他不是说大话吗 以我对长谷川次郎的了解 绝对不是说大话 那么你认为他攻占西风口 有几分胜算 他完全有可能 在天黑之前攻占西风口 好 电报长谷川次郎 今晚对杨角陵发动夜席 明天佛小之前 拿下西风口 我是长谷川次郎 命令炮兵队 在十五分钟之后 对杨角陵第一道防线 采取进攻 命令南部大队 三十分钟之后 开始进攻 杨角陵驻 杨角陵驻 硬驻 杨角陵驻 杨角陵驻 沿阵驻 杨角陵驻在开炮了 玻璃排康马 杨角陵驻 几个排击炮就把你们下车这样了 你是不是打电话要增援 杨角陵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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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角陵驻在开炮了 杨角陵驻在开炮了 原意盈还有一个人 绝对不能放弃阵地 团柱 团柱 雯柱 团柱怎么说 我早就建议团柱 一定要把防弓洞 可他飞不停 雯柱小鬼 你怎么说的 团柱不让退 终于把他们拼来 电影 一辆一辆 两辆 二辆 二辆 亿州 第1道防线 失守了 什么 一个小时都不到 就失守了 鹰长呢 他干什么事呢 老子要处分他 鹰长和鹰全体官兵 都牺牲在镇地上了 鹰长牺牲了 第一楼放心 快速尸首 是什么原因 是没有防炮洞 小鬼子十五分钟炮击 因应就伤亡过半 防御力量打了个对折 团组 观察上报告 日军的冲锋很有正法 日军在冲锋过程中 提前摧毁我军机枪火力点 导致我军防守火力薄弱 日军再用机枪压制战猴 瓦解抵抗 看来这帮小鬼子 战术素养很高 战术配合也很熟练 是的 团组 这帮小鬼子很凶悍 也十分的狡猾 明令 第二道防线 赶紧组织人手 往防炮洞 每个金箱铁 赶紧构建新的射击点 打一梭子换一个地方 不要被鬼子的观察哨锁定 团组 这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 日军刚攻下第一道防线 不会发起新的进攻 再说 他们马上就要吃饭了 所以 单兵防炮洞 一个小时就能往好 我已经接到团组命令 你们让通知各连长 往防波洞 要快 是 报告连队长阁下 乃木大队已经占领 杨脚里第一道防线 很好 乃木 我要加奖你们 也要加奖你们队里的 每一位将士 不过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 一旦我们占领了杨脚岭 我会向每一位皇军的战士 竞赏我们最纯正的日本青球 通知你的连队 五分钟之后 跟杨脚岭第二道防线 准备进攻 是 徐团长 旅席 喂 徐团长 徐团长电话 喂 喂 徐团长 怎么没有声音 喂 喂 电话箱可能被炸断了 徐团长说 小鬼的排除奖 艺压打了很准 杨脚岭的战况如何 第一道防线已经被攻占了 什么 这么快第一道防线就丢了 是的 徐团长说 小鬼子拿下第一道防线以后 没有休息 没有吃饭 立刻对第二道防线发起进攻 徐团长请救僧远 日本这个查哈尔混城旅团 现在到达什么位置了 一小时前 查哈尔旅团已经到洗风口位置了 鬼子的这一手很毒赖 而且总军主力 还有八个小时才能到洗风口 日本人是想打咱们的时间差 现在洗风口 只有贺量财的二团在防守 他们一定会来打洗风口的 可是羊脚领不能不救啊 要是一旁没了 到时候军部和军座追究下来 见死不救那是大罪啊 有道理 明明 请找带领大刀队 马上支援羊脚领 是 立刻 一纳 乱养 为了 要是 是可以 这才是我需要的战争 天皇陛下无尉的勇士们 魁皇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要用敌人的鲜血 来证明我们才是抵护无尉的军魂 山少祖 严队长阁下 马上命营部队 协助乃木军 进入杨教领第二道防线 是 继续跑 继续跑 我们追上 快 快 快啊 快 迎他 兄弟们 小鬼子没什么可怕的 只要大家鼓足勇气 给我狠狠地打 一定能赢 听见没有 是 小鬼子上来了 给我打 小鬼子上来了 尚人少佐 炮兵中队到达什么位置了 已经传达连队长阁下的命令 正在架设炮位 很好 命令炮兵中队 立刻测定风火台位置 协助乃蒙娜队 展开全面进攻 一鼓作气 拿下风火台 尚人少佐 任何人提醒 解放情况怎么样了 南部大队已经带着他的队伍冲上风火台 很快就会有消息 一鹤 希望马上可以得到他们的捷报 团队 小鬼子快要冲上风火台逞强了 什么 二营长他是怎么打的 机枪都被小鬼子炸毁了 小鬼子的中机枪咱们顶不住啊 他们顶不住 狼子自己上 团队 团队 你不能离开这里 放开我 这是你的岗位 你的岗位在团部 没令 医团 所有警卫人员 死守风火台 坚决死守 杀身成人 是 狼子 妃子 武ula 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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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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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道撤退命令了吗 没有 没有我的命令你敢死死撤退 知不知道 当逃兵是什么下场 太可怕了 他们增援部队到了 高阁手持大刀 刀刀剑刑剑 跟着咱们战士的喉咙 大刀 难道两把大刀 就把人打给下副了吗 你这么怕死 我不怕死 我们是否被他们砍了头 我们的灵魂回不了故乡 传我命令 全体撤退 齐儿兄弟 我谢谢你们 我代办新一团 谢谢你们的大刀队 如果你们再晚来五分钟的话 为什么战壕里没有防防洞 齐儿兄弟 你们辛苦了 来 喝口水 回答我 为什么战壕里没有防防洞 为什么五百弟兄 死在小鬼子的炮火里 为什么团里的机关枪 全被小鬼子炸毁 把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 全部毁在你一个人手里 齐之风 你不配当一团团长 齐少 少跟老子吹红的瞪眼 你以为一团挡成这样 我心里比你好受吗 如果 这张挡下来 我也觉得自己 不配做这个团长 所以 我跟你做这一 马上恢复你团长的职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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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作要你接电话 喂 吕作 我是齐昭 齐昭 我命令你 马上接管部队 收缩防线 还有 你娘许之风 护送伤病员 马上都送到 吕部卫生队 是 我接受吕作的安排 报告 电报 君作回电 恢复齐昭团长一切职务 嗯 吕作 齐昭请求补充弹药 告诉齐昭 我没有多余的弹药给他 正因为没有弹药 我才派大刀队 去增援羊角岭的 明白 报告 嫂子 你怎么来了 你的射击队训练得怎么样了 报告吕作 不怎么样 这是什么话 来 作下说 报告吕作 我不敢做 你这个爹娘老子都不怕的小子 怎么连做都不敢做了 我怕我坐下之后又要站起来 我不会骂你的 说吧 什么事 我是来为我们射击队要子弹的 可早早 你还真敢开这个口 你们射击队 不是每个人发了一百发子弹了吗 射击队练三天 我们击败 每个队员已经吐掉了八十发子弹 不会吧 你们也太浪费了吧 对了 你们的射击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一百米距离人头吧 一百五十米距离胸款吧 一半以上队员已经有把握了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现在 咱们部队弹药紧缺 没有多余的子弹给你们继续训练了 只能在实战中提高了 律总 我们射击队请求去阳脚岭 怎么 你是怕在我洗风口没有杖打是吧 洗风口对于我们来说 局限太大 很难发挥 说的有道理 说是你的想法 守在城墙上打枪 是个兵兜会 阳脚岭地形复杂多变 更适合狙击手伪装潜伏 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 说得好 但是 我不同意 你坐 不要说别的了 我说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赶紧下去吧 是 娘 枣子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胸口怎么了 快跟娘说说 郁闷 郁闷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去请站了 被吕作拒绝了是不是 娘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是我生的孩子 你怎么想娘不知道啊 娘 我在我队员面前 已经夸下海口了 说吕作肯定会同意我去支援阳脚岭 这下 我还怎么做他们的头啊 你还知道要面子了 娘 你去向里做求求情 让我们的射击队 去赠援阳脚岭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 这喜风口也是前线 你还怕没仗打不成啊 娘 这个你就不懂了 只要阳脚岭在咱们手里 白胎在日本炮兵战地 就建不起来 没有炮兵的支援 日本鬼子 不会贸然进攻喜风口 你是听谁说的 这个还用说吗 看看地图 三分钟就知道了 其实说白了 阳脚岭 就是喜风口的命脉 不错呀 你现在赶上半个参谋长了 娘 你不是让我去保护齐教官的吗 他在阳脚岭 我在喜风口 该怎么保护啊 娘是说过 让你去保护你爹 我可没说过 保护什么齐教官 行 我去保护我爹 这还差不多 你这孩子呀 光想着自己上战场 你就不想想 你亲娘把你送上战场 是什么意思吗 行了 我试试吧 谢谢娘 报告 贺队长 怎么 你找我有事啊 绿座 我想替早早求个情 这家伙刚才已经来找过我了 可是被我拒绝了 你要是替他说情 可是得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啊 是 吕总 其实您也知道 这些年早早 一直不肯忍其召这个亲爹 可是他刚刚为了去阳脚里 他亲口跟我说 他愿意上战场 去保护他爹 所以您说 就从这个理由 我是不是该帮帮他 人们常说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如果因为这场战役 能够让他们父子相认 那真是好事一桩呢 再说 保住羊娇领 对这个洗封口非常重要 早到去了 应该能发挥它的独特作用 你的这个提议 我同意了 谢谢李座 各位兄弟 今天这一仗 我们算是险胜 也算是惨胜 我们兄弟们 伤亡了不少啊 将帅无能 勒死三军 李座根本就不应该 让曲之锋当一团团长 三眼睛 这话不能这么说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 你就不要再纠缠了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如何守住羊娇领 团座所言即逝 守住羊娇领 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若是这么想 我们没有必要 再维持三个营的空架走 我是想把二营 剩下的没有受伤的兵 和一营的锤士班 全部补充到三营 现在三营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给我守住封火台 谢谢团座 北指一定守住封火台 报告团座 咱们的弹药不多了 再不补充 恐怕危险 你有向李座 报告过了吗 已经跟李座 三次警求补充弹药 那李座怎么说 李座没有回答 李座 李座真是铁攻击 一毛不拔 说起羊脚领啊 就多么多么重要 可现在到关键时刻 装聋作业 什么都不管 三营长 别乱说话 李座不是给我们派来的团座吗 不是还派来大刀队吗 可弹药怎么办 我的病 每个人手里 只剩三发子弹了 明天鬼子再冲上来 教我怎么办 今天晚上 我带大刀队去取弹药 团座 去哪里取弹药 白台子 团座 要是去那儿 那里可是有鬼子 一个连队啊 可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们搅和了日军的 三把打盖 长武川子郎 也应该贡献一点 弹药什么的 团座 干脆我带大队队 去就行了 你这次啊 就别去了 为什么 你是一团支掌 得坐这羊脚领啊 我们都已经没有弹药了 我留在这里 你是等死的 我反对叶席白台子 怎么说 从今天的战斗看 白台子的长武川连队长 很凶害也很狡猾 战旗把握十分准确 他一定会擦到我们 会叶席白台子 肯定会有所防备 你了解长武川子郎吗 不了解 我很了解他 他算是我一个老朋友 团座 你咋跟鬼子连队长是老朋友 他不只是我的老朋友 还是结拜兄弟呢 团座 你跟他是结拜兄弟 那 那可是要杀头的呀 你说的没有错 你说的没有错 我和长武川子郎 是杀头之交 今天我不杀他的头 他就会杀我的头 三眼长 城墙上的尸体 要怎么处理 我的兵正在抬尸体 我打算把鬼子的尸体 都抬到那封虎台上去 看他敢不敢上来 你这个主意太狠毒了 不过我同意 好的 刀 你带大刀队的人 先去把城墙上 鬼子们的尸体的军服 全给我扒下来 记得 你给我准备一件军官的制服 要配上指挥刀 还有白手套 唐总 你的意思是不是 我们兄弟冒充小鬼子 去白台子 来他个大闹天宫 大闹天宫 你以为我是孙悟空吗 我们今天的目标 可是要夜行日军的军火库 唐总 可要是我们碰上了日军巡逻队 不会日语 咋办 唐总 我学过一些简单的日语 什么 你会说日语 那你教我的兄弟们 说几句简单的日语绘画 是的 唐总 那今天晚上 我们就夜袭白台子 还有 我们可不是去打仗 我们是要向日军借枪支弹药 对 他要是不借 咱就抢 好 对 大闹 我这里有一些糖 我想弟兄们都很辛苦 你就把这一包糖 都发下去吧 那我就代表弟兄们 谢过谈作了 嗯 玉瑶 谢谢你送我的糖 今晚的行动很危险 常古川子郎肯定戒备森严 说实话 我没有把握 可我只能硬着头逼上阵 带着这帮兄弟 死里求生 队长 你打喷嚏了 肯定是齐团长想你了 小丫头 别乱说 真是这样的 不惜你打电话的 羊脚领团部问问 打就打 我还不敢打怎么着 我就打 喂 总机 我这里是卫生队 帮我接一下羊脚领衣团 喂 是羊脚领衣团吗 是 我这边是卫生队 帮我找一下你们团长 齐团长不在 他不在了 那找一下马大壮 马大壮也不在 都不在啊 去哪儿了 这个事情要保密 保密 谢谢啊 怎么又不在啊 他们会不会去查稿了 不知道 但我怎么突然觉得 心里不踏实了 不行 小梅你在这儿盯着 我去问问 小梅 嫂子 你来了 这次你肯定是来看我的 对不对 我来找我娘呢 我娘人呢 你娘去旅部了 你等她回来 记得帮我转告她 记得帮我转告她 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增援羊脚领 我也要去 你去干什么 你又不会开枪 我是卫生队员 我可以上战场 这个我给忘了 你还真有用 就是说你同意了 那等队长回来以后 我马上请示 可是我们的部队 已经集合好了 马上就要出发了 那我给队长留张条子 报告 贺队长 你怎么又来了 我 我 你这一犹豫啊 我就知道 你肯定是想齐招了 吕作 是这样的 我刚刚给 一团团部打电话 他们说齐招不在 说马大壮也不在 那我心里就开始打鼓了 想问问您 今天一团是不是有任务了 应该不会吧 他们有任务 应该提前跟我打招呼 我看你啊 就是太不安心起招了 那可能是我贵心了 你放心吧 如果一团有弄不弄的话 肯定会提前跟我打招呼的 你下去吧 是 快快快 跟上快 快快 都跟上啊 快快快 快 报告 人队长阁下 刚刚收到电话间帖 有些人的报告 杨娇领的齐招不在团部 出去了 出去了 他们去哪儿了 电话里没有说明 还提到一个叫马大壮的 也出去了 真有意思 这么晚离开团部 他们干什么去 小子 你猜他们会去哪儿 也许他们去查岗了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今天晚上有不速之客要来 连队长阁下 谁要来 齐招 齐招 是 齐招 您是说杨娇领首军 要对白台子夜袭 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个胆量 别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我不敢说 但齐招一定会有 而且 他一定会来 就此 听明白了 明白 那好 现在马上去安排 是 是 这里就是 鬼子的救护库 召集下面的人正好军装 我们现在 围绕上日军的巡逻队 是 听他们 准备行动 出发 尼队长阁下 怎么样 袖子 按照您的指示 陷阱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只要齐招他今天晚上赶来 就不可能活着出去 只要齐招他今天晚上够胆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 站住 什么人 连队部特别检查组 检查局部放我 特别检查组 没听说过 请收拾证件 快 追准国库 快 快 快 好 有人身际救护 回去报告连队长 快 走 快 走 上 快点 走 出去 好让他全都是军火 队长 都是好家伙 队长 这里还有机枪 好 大家抓紧时间 把这些枪之弹药 全部带走 是 上手 东东快 快 天色已经不早了 齐招他们为什么还没有动静 连队长阁下 坐不 desaf 七朝他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实力 白天的战斗 阳脚领的兵力 就已经剩下不到一半的战斗力了 他们的大刀队再厉害 守在城墙上还可以 但是要想夜袭联队 我认为不可能 报告 联队长阁下 什么情况 军里的案上报告 军里出现了一个小队的士兵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什么 是本联队的士兵吗 嗯 他们拿什么武器 都拿着战刀 不好 七招的目标不是连队部 而是军火库 快带人 围攻军火库 王后队长 鬼子大军来了 大军 大军 你带着军火和弟兄们 赶快撤退 大军长 军火比我重要 你先撤 我来掩护 不行啊 无理由何之军火 不能留给东洋鬼子 放心吧 脑子一颗都不给他们留 你快走吧 好 让你小心一点 其他人 跟我撤队 是 快 兄弟们 快 快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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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子 给爷爷一起上路吧 报告 连队长阁下 军火库被炸了 什么 报告 我们抓到一个俘虏 我太大意 是我太愚蠢 我还没有想到 七招的目标 竟然是我们的军火库 长谷主君 你太令我失望了 旅团长阁下 我很抱歉 说是抱歉就完了吗 请旅团长阁下训事 我会马上给你补充弹药 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军领状 三天的时间只剩两天了 如果两天之内拿不下杨娇领 我就撤你连队长的职务 把你赶回齐齐汉尔军 旅团长阁下 我向你保证 在两天之内 我一定会拿下杨娇领 如果我拿不下杨娇领 不用旅团长赶我走 我会在连队部 切腹自尽 以死谢罪 连队长阁下 您一晚上都没有睡觉 赶快休息吧 现在哪有时间睡觉 你手上拿的什么 本连部中队长以下 所有军官的并驾单 拿来我看看 什么 痛风 腹屑 腰肌酸软 难道还有比 比这更无耻的病假吗 连队长阁下 奶木大队更加过分 他们从大队长到下面的 每一个士兵都开了病假单 要集体返回 查哈尔养病 军医呢 把军医叫来 我要把他逼了 他在开完这些病假单以后 就逃跑了 什么 奶木呢 奶木人呢 把他叫来 我要亲自审问他 我拿这些病假单的时候 就问过奶木大队长 还有那些开病假单的军官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 如果在这里继续待下去 会成为无头之鬼 并会回不了故乡 这简直是太荒唐了 这些事 真是帝国的败类 我要把他们一个个 送上军事法庭 可那样一来 连队长阁下的颜面何在 长谷川连队还怎么作战 就算是可以继续作战 那也会成为帝国陆军的笑柄 那你有什么建议 连队长阁下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可以消除士官的紧张情绪 什么办法 给他们每一个人做一个铁项圈 睡觉的时候 带着铁项圈 这样就不会 稀里糊涂被砍了头 荒唐 简直是荒唐 商业稍错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扬唐最无极的皇军 难道要被鸡巴大刀 吓破了打吗 属下事业 属下告退 等等 袖子 请原谅我刚才的失态 我向你道歉 我理解你的感受 另外 通知兵工厂 马上赶制你说的那种 铁项圈 我马上去工兵连部 还有 给我也做一个 嗯 咋 ag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